隨著時代的改變,香港人對家庭的觀念也在變化 根據家庭議會最新的調查結果 只有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結婚重要 認為婚後生活會快樂的受訪者更加只有三成 此外有大約五成的人會選擇獨身或同居 相比兩年前的調查上升了接近七個百分點 整體的結論就是傳統價值觀仍然在 但有些特別跟婚姻、同居、離婚之類的 其實是越來越弱化 所以我想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想的就是 我們是很歡迎那個弱化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傳統的觀念也是相當重要 面對調查結果,石丹里認為這是對社福界的挑戰 一方面要針對家庭結構的變化 發展新的服務內容 另外一方面也要思考如何重新加強家庭教育的工作 同樣面對家庭結構不斷變化的還有新加坡 例如生育率低、遲婚、人口老齡化、家庭矛盾上升和離婚問題等 不過近年新加坡的離婚率已經有穩定的趨勢 由2005年開始 維持每1,000個已婚人士當中 大約有7人離婚 2012年的離婚人數更下降至2002年的新低 新加坡政府官員陳慶基表示 新加坡從法律、房屋、財政和社區支援等方面 積極推行家庭友善政策 當中他們十分注重甲心家庭的需要 我特別想要提出這兩項項 因為這兩項項是我們在移動很激烈的地方 第一是孝頓的 第二是孝頓的 因為我們發現 雙貸家庭是增加的 現在是很難的 雙貸家庭要保護年輕人 和孝頓的 我們稱之為孝頓的家庭 新加坡政府近年投放更多資源發展 學前兒童照顧服務 和增加長者照顧的津貼 例如在2008至2012年期間 設立了200間托兒所等 以支援雙職的甲心家庭 除此之外 新加坡都在法律上加強家庭意識 例如允許市民動用自己的中央公職金戶口 轉賬至父母的退休戶口 展覽因而可以得到免稅優惠 設有裁判和調解制度 處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紛爭 以及21歲以下結婚的夫妻 必須接受婚前輔導等 香港可以借鑑這些措施 為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援 因為香港的判施 其實在這兩年 中央公職的部門